各位听众、观众、网友们好 今天是2020年11月17号,星期二 今天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发布命令 把美国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军人数减少 合计是减掉2500人 实际上是从伊拉克撤走了2000人 而从阿富汗撤了2000人 从伊拉克撤走了500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使得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人数 有了相当幅度的减少 有人说这样的话会减轻美国在海外开支的负担 也是说从反恐的角度来讲 现在的反恐的压力已经没那么大了 自川普上任以来 他组织过对这个恐怖主义基地的袭击 和恐怖主义最凶恶的投资的定点刺杀 而且是相当成功 所以现在呢 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全面撤军 其实是可以提上议事日程的 那么川普在他竞选的时候曾经说 他的想法就是把美国承担世界警察的这样一个职能 逐渐的弱化 甚至完全取消 而且他说了很多国家需要美国帮助防务 那么如果作为盟友要求美国作为这个 比如说派部队派就是在一些国家设立军事基地 这都有大量的花费 那么这个所在国 因为他们的安全也受到了美国的帮助和保护 应该承担一部分成本 不光是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 还有欧盟 对吧 包括德国在内 那么这些国家过去都很少承担这些主要的成本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现在这个所承受的这个压力和成本主要是美国 所以呢这些主张过去呢 都受到过一些批评和反对 但是呢我觉得川普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思路是正确的 就是美国实际上是没有能力长期的承担在全世界的防务任务 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 也不能由美国一家来承担这样的职责 而且呢这从政治理念上来讲 从道义上来讲 虽然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享受美国带来的实际好处 但是他们在世界议论平台上经常指责 谴责美国干涉世界其他国家的内政 那么有的人就是经常会谩骂美国 攻击美国 说美国充当世界警察 但是很多国家还是希望美国继续的承担这样的一个职责 和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美国不见得真的愿意长期的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领袖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就是说在11月15号这一天 有15个国家在网络上通过网络连线 有他们的这个政府首脑 或者国家元首一起来参加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名字英文缩写叫RCEP 具体来说就是英文的 如果你把它这个四个字母所代表的 但是说出来 那就是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这个意思就是说 区域性的全面或者讲综合性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那么这15个国家有中国、韩国、日本 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 这5个国家加上10个东盟国 东盟组织是10个国家 本身就是像这个印度支那三国 越南、老挝、柬埔寨 什么其他的这些国家 东盟本来就有这样一个组织 东盟组织十国 所以都简称为东盟十国 那么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 再加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一共是15个国家 这15个国家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这个组织一旦形成的话 它代表着按照202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代表着世界30%的人口 同时也代表着世界GDP的30% 这是按照2020年就是今年的数据来估算的 所以它可以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的 合作的经济组织 那么这个经济组织据说在两年之后才能真正生效 那么现在大家首先是在网络上签约 但是各国家它需要经过国会 经过它这个政府的批准 所以需要有一段时间 但是在两年之后会实施 所以有人讲一方面美国喜欢退群 尤其是川普上任以来 本来是大家希望美国来领导TPP 那么但是美国不愿意再留在TPP里面 这个日本感到很失望 在川普刚上任的时候 日本首相安倍就曾经跑到纽约 跟这个川普见面 当时其实一方面是想跟这个即将就任的总统 建立起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也希望说服美国 继续留在TPP这样一个经济合作组织 当时这个TPP一开始设立的构想 就是要把中国排除在外 吸收越南进去 甚至吸收台湾进去 然后把中国排除在外 本来是一个有针对性的 就是能够在很多实际效应上 替代WTO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组织 也算是亚太经济合作方面的一个构想 一个构架 因为大家知道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框架 过去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见面 基本上都是服装秀 大家还记得吗 在中国开会的话就是唐装 在印度尼西亚开 就是印度尼西亚那种花衬衫 就是每一个地方 你去开会那种象征性的意义 那种就是一种party 一种欢乐祥和的氛围造得很足 但是真正实质性的经济合作 到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成果 其实那个合作呢 是从克林顿时期就开始的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显著 那么美国对WTO也是有很多的批评 尤其是川普上任以来 认为WTO实际上没有真正起到 这个让成员国履行自己义务的这样一个职能 也就是说WTO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 它没有强制约束力 你像中国加入WTO差不多20年了 那么加入这将近20年里边 中国很多基本的义务都没有兑现 以前说有给个几年的宽限期 比如说五年的宽限期结束以后 就应该全部按照WTO的条件来实施 但是中国呢 就是用一种欺骗的手段 进了WTO以后 却不真正履行它的义务 只是享受它的便利和好处 而且现在有人曝光了 当时朱镕基内部的一个讲话 朱镕基意思是说 我们先加入WTO 加入了之后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套 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按照现在的情况结果来看 对照这个差不多20年前 朱镕基讲的这些话 更加能够说明 中国政府是不讲信用的 他只是蒙混过关 什么组织你要让他加入 加入之后 他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比如中国加入过 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 但是呢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到现在 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中国加入了很多的 比如说世界气候 巴黎和巴黎气候条约这些组织 但是呢 这个中国的碳排放量 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 只承诺 然后不对线的这种 有点说无赖的做法 而且是一个长期的 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 不讲游戏规则的话 那还要这样的组织干什么呢 所以美国的退群 退出一些相关组织 也是有道理的 甚至美国还扬言 尤其是川普扬言 说要退出联合国 因为联合国现在 在形同虚设 对吧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疫情 这个严重的情况下 并没有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作用 反而起了坏的作用 他那个总干事 谭德赛 基本上是给人感觉是没有一个风骨 没有一个起码的风骨 就成为为成为金钱的奴隶 成为某种势力的这种走狗 所以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合适 跟这个国际组织的地位 和他应该拥有的形象不相符 所以美国这个 其实对很多的组织感到失望 川普几次敲打这些国际组织 包括WTO 还有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最应该吸纳台湾 那么这次台湾在防疫中 做得那么好 成为世界的一个标范 标本样本 但是呢 居然到现在还坚持不让台湾 进入到世界卫生组织 所以呢 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有人讲 现在这个RCEP形成之后 那美国是不是后悔啊 美国没有去积极主导 一些区域性的组织 国际合作组织 反而让中国占了这个便宜 但是这15个国家难道真的是中国就说了就能算吗 中国当然在这个15个国家里边从这个国土面积 从人口数量还有经济总量上来讲 当然是举足轻重 但是中国有没有可能领导这15个国家呢 也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经济运行的规则和很多方面来影响到其他的这些国家呢 我觉得目前还未必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这种表现 更受人尊敬 更容易被大家广泛接受 还有韩国 所以呢 不是说中国你经济总量大或者人口多 你就一定会说了算 所以我想接下来 这15国在具体合作过程中会不会产生矛盾冲突 以至于后来他们良好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的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以前我们看这个亚太经合组织 那时候合作讲起来也是前景非常的美好 但是后来看的是年年这些领袖们聚会就是一种服装秀 好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那么现在呢 对于这个15国家的合作 我们当然希望 如果不破坏这个既定的世界经济秩序 只会有力的促进世界各国各方面的发展 那当然是个好事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状态下 在中国自己自身的经济都有很大的问题的情况下 尤其是中美两国贸易战这么激烈 我不相信这个组织成立以后 就能够真的说是把美国鼓励起来 然后呢跟美国相抗衡 跟欧盟相抗衡 然后这15个国家还能发展得很好 我觉得这是不太现实的一种想法 是中共的自说自话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日本和韩国他们在这个传统上 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经济依赖度 还是房屋依赖度上面 都非常重的是要靠着美国 你想他怎么可能日本和韩国跟美国对着干 跟中共搅到一起 这是不太可能的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这样 所以我想呢 这个东盟15国里边至少 这5个国家里边至少有4个国家 是跟美国更亲近的 再加上越南 越南在过去的这20年里边 跟美国的关系是越来越好 尤其是最近的几年 这里边也涉及到跟中国的这种 因为领土或者领海 主权的纠纷所发生的一些冲突 所以我想这个东盟这10国里边 也有一些呢是跟中国的关系不可能更近 反而是跟美国的关系更近的 无论是越南还是菲律宾 还是这个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些国家 所以呢 这里边我就不做国别的分析了 就是一个概括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现在 当然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和平 但是现在冷战结束之后 新的冷战 或者讲是旧的冷战 就没有真正的结束 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被消灭 那么中国呢反而越做越强 越做越强以后呢 那么在意识形态方面反过来 要蚕食 要这个渗透到西方各国家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你要想说这个世界还继续保持 以往那种和平的状态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最近的这10年到20年里边 世界各国家 这个可能会 这个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就是可能会慢慢的是形成两大阵营 甚至有可能形成三大阵营顶立的状况 但是这种可能性 就是三大阵营的可能性要小于两大阵营 所以如果到那个时候 中国和美国分别有自己的支持者 有自己的这个同盟 那么到时候就可以看出 究竟谁能战胜谁 而且这两大势力之间 可能会有一场决战 从冷战到热战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么我想今天呢 就对这个两大热点的 做这样一个简单的点评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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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